去年加拿大一名席克教领袖在温哥华遇刺身亡 加拿大政府将矛头指向印度 六名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 印度最大在野党领袖跳出来 要政府拿证据来反驳加拿大 作为报复印度随后跟上 驱逐六名加拿大外交官 并表示要召回驻加国特使 如今经过加拿大警方调查 案情有了新进展 加拿大警方掌握的证据表明 大量印度特工搜集秘密资讯 胁迫南亚裔加拿大人 特别是针对习克教徒 还参与几十起暴力案件 总理杜盗开记者会痛批 但印度政府否认这些指控 反控加拿大以调查为由 借机抹黑印度 两国关系兵临破裂 就怕未来入境加拿大都成了问题 印度民众期盼政府和加拿大的关系 能够得到缓解 体育别新闻从我报道